本期节目由HBR领导者学成赞助播出 在我们的节目开始前 想要和大家推荐一门课 专为企业领导人设计的领导者学成 这个课程源自哈佛商学院的个案式教学 至今已经累计了超过500名以上的跨界领袖来参与上课 获得各界好评 个案教学的特色是什么呢 相信身为领导者的您 每天都面临数十到数百个决策难题 哈佛商业评论独家的短个案 模拟出企业的真实情境 建构商业决策两难的议题 让课堂中50位以上的跨界精英们观点交锋 拓展商业思维 最终提升决策胜率 现在只剩下最后五席 报名在赠送9月4号HBR管理年会门票一张 在这次年会中 我们将邀请重磅奖者 2023年的50大商业思想家 也就是Thinkers50的得主 爱美微博 Amy Webb语谈 讲题是AI浪潮下的策略展望 诚志邀请您携手共学 一起加入领导者的行列 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性质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大家好 我是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邓嘉玲 本周跟大家介绍的一系列文章题目是 家族企业 因为家族企业不论在台湾或是世界上 都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这一系列的文章 希望能够给家族企业成员 一点经营管理上的启发 也同时希望给非家族企业的成员 一点建议 可以如何在家族企业中发挥自己 并且工作的愉快 今天要谈的是 家族企业的接班人问题 要介绍的这篇文章 题目是 培养家族企业的接班人 为什么这么难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利兹 奇斯利克 他曾经在纽约大学任交 也曾经辅导过许多 才行五百大的企业 为什么在许多家族企业中 创办人的后代接班 总是历经波折呢 接班失败的比例 比比皆是 甚至有许多子女 连在自家公司任职的意愿都没有 这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企业的创办人 又应该进行哪些准备 才能够顺利地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呢 在这篇《培养家族企业的接班人 为何这么难》的文章中 提供了一些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制定影子计划 这边说的影子计划 指的是培育年轻的家族成员计划 家族企业可以让下一代在小的时候 就接触商业环境和工作场合 让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商业的运作 例如 企业可以举办带孩子上班日这类的活动 让家族成员跟一般的员工 都可以在特定的一天带小孩来上班 让下一代体会商业氛围 同时因为这类活动 可以让非家族成员也带小孩来 所以不会过度地凸显家族成员的小孩 另外 还可以进一步将这种活动跟野餐结合 鼓励家族的子孙习惯和员工 以及家族成员相处 这样 渐渐地 下一代会发展出自己在某个领域的兴趣 等他们的年纪稍长后 家族企业可以针对他们的兴趣 给予正式的实习跟学徒计划 大多数的孩子都喜欢帮助父母 因此 对孩子来说 看到父母在哪里工作 又可以帮助父母 对孩子来讲 非常的有激励作用 这是第一个 家族企业可以培养接班人的方法 也就是制定影子计划 第二个家族企业培养接班人的方法是 进行按部就班的培育 家族企业可以设法 让家族成员在组织内部各个单位之间轮掉 让他们有机会了解业务的各个层面 随着他们在各个领域培养出能力 可以让他们试着管理不同的部门 透过这种方式 他们能学习企业整体运作的机制 同时吸取管理的经验 有一些家族要求孩子们到公司以外的地方工作 来培养独立的商业视角 有些家族企业则会鼓励家族成员 参与业界的各种活动跟组织 以确保孩子找到导师 同时对产业前景有细致的观察 并且培养出丰富的人脉 这是第二个家族企业培训后代的方法 第三个家族企业培养接班人的方法是 运用日常谈话 教导下一代经营管理的秘诀 家族企业可以根据家族每一代人的年龄 跟商业的敏感度 来跟他们分享深浅不同的商业知识 这些知识包括如何建立企业 如何募集资金 以及公司的营运模式是怎么样 这类的经营问题 例如家族可以利用晚餐的时间来交流 家族长辈可以从自家企业集工的商品 跟服务开始谈 也可以谈谈有关公司未来的发展 包括公司使命 以及企业应该对员工的生计负责 等等的议题 如果家族企业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 家长也可以把握这个好机会 先轻松地谈谈 世界各地有趣的风土人情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再谈到比较属于经营层面的问题 包括企业应该如何在全球的共通原则下 因地制宜 在各地以不同的方式来营运 另外也务必要分享 公司过去遭遇到的成功和危机的经历 并且说明企业如何在顺境 也在逆境中生存下来 以及从哪些经验中得到了哪些智慧 还可以解释如何思考风险 跟减轻风险这件事情 以及如何在成长和稳定之间权衡 这是第三个 家族企业可以怎么教育接班人的方法 第四个教育接班人的方法是 教育整个家族 不是每个家族成员都会选择在家族企业里头工作 然而所有家族成员都可能成为股东 而且生活可能受到家族企业的影响 因此让家族成员了解 家族企业如何影响他们现在跟未来的生活 对所有的家族成员都有帮助 另外几乎每个家族企业都会有家族会议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教育整个家族的机会 家族会议是一个有效维持家族 以及企业连结的场合 家族成员可以在家族会议中 讨论他们的使命 治理原则 以及让庞大的家族的不同分支 可以互相的认识 例如有一个家族企业的家族会议 他的主席是来自第三代的成年子孙 他们本身并非家族成员的员工 这个家族企业的家族会议 目的是教育第四代孩子跟年轻人 让他们了解整体业务 特别是家族企业的现况 协助他们决定要参与多少 以及如何有效的参与 还有一个家族企业 它每年夏天都会举行家族聚会 让所有的家族分支都来参加 他们会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 来联系情感 并且告诉大家 家族企业的现况 并且进行指导 以保持大家族的向心力 家族会议也可以是一个论坛 让所有的家族成员 对于企业的结构 政策和财务有所了解 它也可以汇聚家族成员 对于公司政策的看法 以转达给公司的管理阶层 跟董事会来参考 这是第四个 家族成员可以怎么训练 自己接班人的方法 好的 以上分享了培养家族企业的接班人 为何这么难 这篇文章 提供了一些培育接班人的方法 给家族企业作为参考 今天谈到的是这篇文章的精华 完整的内容 请到下方说明栏 点击文章的连结 阅读更精彩的内容 明天我们会分享的文章 名称是 别让创办人光环 成为接班人的阴影 欢迎您继续收听哦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